结合当地文化 佛法也在藏区 成为了本土化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摩尼佛 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创建 自阿育王时期 佛教不断向外传播 主要分为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 与当地文化结合 因而产生本土化的佛教 佛教因为源自于印度 然后传到当地 与当地的文化 做了某部分的结合 也就本土化了 那本土化之后 我们看到的各个地方的佛教 连穿的都不太一样 所信仰的三宝 佛像的造型 也都各有所长 但是很可爱的就是 西藏人的佛像 我都说他长得像西藏人 中国人的佛像长得像中国人 泰国人的佛像就像是泰国人 这很有特色 所以佛教是包容性极大 而且是非常的丰富 北传佛教以大称佛教为主 经过印度北部传入中国 再传到韩国 日本 越南 及台湾 唐朝时期传入西藏 于是北传佛教又被后人 分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则以上座部 佛教为主 则通过斯里兰卡 传播到缅甸 泰国 印尼 辽国 兼布在越南南部 到了现代 佛教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导